哎,小妹来了 哎,夏小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来,吃点瓜子酥 妈,我哪里吃的夏呀 气都给我气饱了 你是不知道,居然不经过同意 把他妈接到家里面来做 哎呀,他妈身上那股胃啊 搞到家里面又脏又臭 我真受不了了 我哪里吃的夏呀 夏小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婆婆呀 反正我不管,既然不把他妈送回去 我就不回去 妈,我小妹说的对 她婆婆呀,就是活该,自找的 她婆婆啊,就不该把所有的积蓄 拿出来给她们买房子 就不该省吃钱用,处处替她们着想 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啊,能力不大 脾气还不小 你有什么资格嫌弃你婆婆啊 我,你姐说的对 妈,你怎么向外人说话呀 你闭嘴 等我再老一些 你是不是也想让你嫂子 把我爷从那个家里赶出去啊 妈,嫂子要是敢嫌弃你啊 我就让哥把他给修了 想想,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这样对你婆婆 你就不怕景远把你也给修了 就景远啊 我就是借给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 你以为景远那是怕你呀 你错了 那是因为他爱你 你不要拿他的爱 肆无忌惮地伤害他和他的家人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离开你 你后悔都来不及 闺女 婆婆也是妈 一个好婆婆 远远胜过亲妈 小妹 咱妈说的对 婆婆这个角色 是一个默默付出 又不求回报的人 做人呢 要学会感恩 你也是当妈的人了 如果有一天 你也做婆婆了 你就不怕 你儿媳妇也这样对你 再说了 你把婆家的事 落在娘家来 那算什么本事 你和景远呀 把日子过好 让别人羡慕 这才叫本事啊 妈 姐 景远来了 坐 妈 我来接现象回家 媳妇 跟我回家吧 我把我妈送回老家了 景远 你这事做得太过分了啊 姐 对不起啊 我知道错了 你是错了 而且呀 错得太离谱了 错就错的 你们一家人呢 对他太好了 看你给他灌的这一身 臭毛病 连最基本的尊老爱用 你都不懂了 妈 我可是亲闺女啊 你不要叫我妈 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呀 这人做人做事啊 要讲良心 以后啊 你再这样对你婆婆 这个家呀 你就不要回了 我也不是你这个女儿 妈 你给我记住了 能把婆婆当亲吗 不是致富 就是发家 妈 我知道怎么做了 老公 咱们去把妈接回来吧 等一下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 我这个卡里呀 有两万块钱 你拿着 多给你婆婆买点营养品 赶紧和景远回去吧 把你婆婆也一起接回来 妈 我知道了 快回去吧 哎 回去呀 好好照顾你婆婆 知道了 花心花开 春去秋内